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下午时间日本行政首相石破茂 他呼吁美国部署核武器在亚太地区 并且呼吁建立亚洲的地区的北约 我这次打错了 呼吁 亚洲的北约 所以很多人说啊 他是什么什么清日的 清中的 实际上他不是清中啊 他是很详细的主张 其实就是建立亚洲北约 对抗中俄朝的和联盟 要求美国啊 来直接核武库 直接放在日本啊 这些地方 建立日本需要自己的核武库 来加强国家安全 你怎么看这事情 你有先生分享一下 好的 谢谢路德 我觉得这事情非常非常的大 怎么说呢 因为毕竟日本是在二战的时候 唯一受到美国核弹攻击的国家 我相信本身来讲 日本人在二战之后 对于反那些高涨的反战情绪啊 还有本身来讲 对于核武的一种恐惧啊 都是日本人深深在二战之后 在他们居民国民里面 甚至于是天环里面心里的痛啊 那现在居然可以由 现在新上任的日本的这个首相 来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吁啊 我相信其实本身来讲 我相信应该也是日本政坛里面 也有不少的声浪 是已经真正的感受到中国的威胁啊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 真的是拜中共国所赐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你看 整个二战之后 整个战败国是日本国跟德国嘛 那德国甚至于因为 整个那时候 那个跟苏联所讨论的结果 那导致东西德的分裂嘛 那现在好不容易 那个东西德也合并了 德国也统一了 那事实上整个德国跟日本 在战后 借由这些民主国家的程序 成立国会 成立议会 然后甚至于慢慢的步向民主 虽然他们有可能 德国之前在二战前 他也是假性的民主嘛 或者独裁式的民主 可是你看现在 他们本身来讲 国家该发展的发展 然后整个你看 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双臂啊 马赛迪啊 或者是说 B&W啊 他们其实在做这些国民车 你看亚洲人 也都是非常喜欢嘛 所以说 其实有很多的工业 包括日本 他们在这个材料加工 然后机床 然后甚至于在高精密的 这些武器的这个研制啊 还有研发方面 我相信日本 绝对不会输以色列啊 那事实上 其实日本现在 只是因为还没有开战而已 但是你认为 难道日本的科技 就会输以色列吗 那更况以色列 你看他这一次 在这个 斩首真主党 这个领袖的时候 又做这么漂亮 对不对 所以说事实上 我相信整个本身 这个美国 以色列 甚至于跟日本 还有英国 这些西方民主国家 他们的科技的日新月异 绝对不是 中共国跟这个 俄罗斯本身 这些独裁者国家 所可以去了解的 而且档次差很多 那这一次 其实你看 能够让日本的首相 公开的这样呼吁 我相信 其实美国在整个背后 应该是没有去 没有去阻挡的 那光这一点 你看就差多少 那事实上 其实由这件事情 可以缓慢去延伸出一个 就是说 之前其实美国 也开始慢慢的 在做一个铺垫 就是说 在联合国里面 可能要让 甚至日本 印度 这些 比较去代表性的 开始进入联合国 比如说像安理会的 这些 这些 重要的组织 重要的一个 中苏神经里面 联合国的中苏神经里面 也就是说 如果说 当日本在整个 不管是政治 经济 还有军事方面 都占有一个重要的席位 的时候 那是否 当然你说 我们二战刚才 亚洲很多国家 包括菲律宾 这些东南亚国家 才饱受日本的侵略 是否应该对他 怀有一份忌惮 当然这些忌惮 这些 这些以前的 所要做的 这些防堵的措施 是一定要有的 可是问题是 本身来讲 你看这 二战到现在 将近快七八十年了 那你看这些 整个的 日本的整个 从战后的一个 发展到现在 然后整个的 跟和平宪法 还有本身 在这个 像绿色 环保 这些日本积极的参与以外 我相信事实上 美国对日本 不是说没有防着 而是 美国在整个 在军事的部署上面 他们是有一套机制的 而这套机制 就是一个安全机制 安全级别的审计 非常严格的审查 那也就是因为 有这样的一个审查 经由长年的一个监督 然后经由长年的考验 然后现在慢慢让日本 可以可以现在使用美国 你看像F-35 还可以用到非常好的 甚至于和动力潜艇 甚至于都可以跑到 这个日本去维修 所以说其实我相信 日本是透过很多的努力 才获取到今天美国的信任 而这种安全等级的提升 本身来讲 是需要透过每一个参与的单兵 个别的士官将军们 逐一自己去争取的 而不是说 你今天跟谁关系好 然后你就可以有仗子 我跟拜登熟 然后我就可以安全等级 拉一个没有 没有仗的事情 所以说其实我相信 今天日本会做出 这样的一个 在政坛上 丢出这样的一个震撼弹来 即便中共国要去反对 我相信其实 如果只要美国不反对的时候 这个对于日本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清楚 在国际 不管是政经局势上的 一个跃升的 一个踏上一个台阶的事情 而这个也是明面化了 所以说如果说像 当现在北约都很积极 去接纳日本的时候 那日本如果又站出来 站在一个亚洲的制高点 来呼吁成立亚洲北约的时候 我相信这事情要成 就不是这么难了 而重点是台湾目前的位置在哪里 为什么 因为毕竟台湾就是一个第一岛链 位居重要位置中央嘛 位居重要位置不成的航空母舰嘛 那如果说这时候 如果说可以又因为日本的关系 让台湾也慢慢的进入 这样的一个国际社会的舞台里面 甚至于在军事上 在政治上 甚至于在经济上 已经很重要了啦 那甚至于在重要的情报的分析上面 都能够彼此来去相互的协助的话 我相信其实对民主国家来讲 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加强这个壁垒的一个 跟巩固这个民主阵线的一个方法 那我相信其实日本本身现在 所做出来这些呼吁 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甚至有可能是 已经获得到美国首肯的 才会这样做 好的路德 这王毅啊 在联合国啊 专门再次说 2758号决议 没有灰色地带 没有模糊空间啊 这个 你看这其实 在联合国现在正在啊 全方位的 做 各种啊 博弈啊 这种博弈 啊 台湾这里 应该也要努把力啊 当然了 这个中共 在联合国 投入巨大啊 各种方式 邪恶的都有 也有钱啊 这买通这些男男国家 所以 但是 这就是我们在2021年 我记得10月份 10月份全世界 咱们第一个提出 2758号决议 到现在全面的发酵 啊 成为一个战场 你有些人你怎么看啊 呃 呃 谢谢路德 我们最早提2758号决议的时候 没任何能提啊 没错 这个我可以作证啊 事实上我觉得 其实2758号决议 本身来讲 它的确是个议题 但绝对不是最重要的议题 为什么 因为当初他只是在2758号决议 去讲述到说 能够去代表在中国那块土地上的一个政权是谁而已 但他并没有去清楚交代说 哦那时候 呃 位居于台湾的蒋中正政权到底应该何去何从啊 那其实在那份决议里面并没有去提到这样的问题嘛 可是问题是中共一直不断的去 呃 混淆视听 然后告诉全世界说 因为了有这样的一个决议 所以说让中共国进入联合国以后 所以把蒋中正的这个政权给踢掉了 那所以说台湾事实上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是呃 台语哦 有一句话叫 这个我也忘记要怎么翻成中文了 可是就是这个张冠李戴的意思啊 那事实上中共做这样的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可是问题是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他会持续做下去 为什么因为本身来讲 他就是因为这样 藉由这样的一个口号啊 真的只能叫口号啊 不断的呼吁会让全世界搞不清楚了 真的以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可是事实上他本身来讲他就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的一天了 那可是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想要取得攻打台湾的正当性嘛 所以说其实蒋川了 从共产党整个建党开始到后来整个统治中国 他本身来讲他也没有经过投票的选举 也没有经过选民整个选举的这个过程 没有经过民主的洗礼 他本身政权的取得就已经不够合法了嘛 他只能说他也是枪杆子出政权 是去用暴力的手段去获取到中国的政权的 那你说这个怎么可以说 我们现在因为2758号决议 只是因为说当时的美国想要去解决 本身他在中国的利益的问题 所以说你现在既然在这 比如说如果那时候中国在中国成立的是一个临时政府 他也是承认你这个临时政府 那至于说是哪个党来去领导这个临时政府 其实美国是不管的 如果说那时候有一个青年党或者说阿猫阿狗党 也成为了中共国的那时候的中国的一个领导 领导层 那美国也是承认啊 所以说其实讲穿了这个目前为止 在全世界里面还有党大与国 真的除了中国俄罗斯还有这个朝鲜 甚至于伊朗以外 真的全世界找不到几个独裁国家 还有那种党大与国的 所以说这个这是少数的奇葩 可是问题是这个制度就是因为在那块土地上 中国人太好欺负了 所以说你看张静快你看共产党他们自称建国一百年 那个问题是你看真的他也没有让中国人好过到那里去 所以说其实真正的一个问题的关节点就在于说 这个政权的取得在中国土地上的这个领导权 是在那时候因为二战的结束成立 中华民国也在对于成立联合国 施予了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因为那时候的一个美国跟英国也真的极力想要去拉拢中国的这块土地 所以那时候有让中华民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进入这个常任理事国 可问题是偏偏蒋中正就是不争气嘛 他也不能说因为这个后来美国不再给他军援了 或者这么诸多种种原因 所以他就这样奋而离席 然后离开联合国 我相信其实这是两码子不相干的事情 可是都混在一起了 那其实事实上中共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国际历史的过去 然后不断的去铺陈它一个合法的正当性 真的真是帐官礼带 所以说其实说穿了 之所以王毅道现还在那边呼天抢地的说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其实怕的就是 他当他本身的 对于攻打台湾的合理性没有了 当他本身统治中共国的合理性没有了 当他很多在国际舞台继续待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理性 没有的时候那这时候当他们没有国际舞台的时候 这时候习近平跟王毅他们都会去担心 那他们接下来所遭受到的种种的踏伐 种种的清算 这才是他们真正要去面对的 而这时候只是他狗眼参喘 还想要去抓住最后权力的尾巴而已 好的录等 好 这个R982决议啊 其实中共也知道 这全面的推动就是把中共 彻底啊 这个所谓的 对他们在联合国的地位的第一个决议 从根源上刻意给它清除掉 这是关键啊 这个战场最终 中共一定会输百分之百啊 好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不要点子分享再见